欢迎大家今天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首先是欢迎和报告 今天是章林节的第一个主日 欢迎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从今天起来我们会进入章林节期 这个是教会年历新的一年的开始 章林节的期间我们要纪念并且庆祝 耶稣曾经度成育身来到世界上 并且以警醒悔改的心来等待他的在留 葛牧师已经寄了给大家中英文版的章林节 灵修读物 请大家每天都要抽一些时间去看看 并且去思考 就可以粗练我们做信仰学习与散诗 并且同时要专心等候 今天崇拜过后请离开Zoom 然后使用Wiki寄出来的Zoom连线参加主日学 今天的主日学将会分成两堂 是10点40分到11点20分 然后11点20分到12点几 很多谢林弟兄带领我们参考罗马书 我们将会与英文堂的弟兄姐妹 共同举行三次的零修时间 是在12月4号 10月11号 和12月18号 上午9点半 是与英文举行的 欢迎大家参加 下个主日起我们会进入12月19号 举行的圣诞主日崇拜 12月24号下午7点 就会举行中英文堂的联合圣诞夜崇拜 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 并且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 在年末节期之中 我们要纪念独居的长者 尤其是住在安养老院的长者 有张太 莫权兴 以及Mary姐妹 由于疫情的关系 安养老院就不可以开放给大家去探访的 葛牧师已经在电邮之中分享他们的地址 请大家在主爱中写卡片 问候祝福他们 其他的代讨事项 为教会联长的独居的兄姐 为Mary姐妹 为张太 为大家能 尽己所能改善环境污染的问题 为全世界疫苗接种的普及 和Delta变种病毒的控制 为我们教会明年三月 回到礼拜堂崇拜的准备 为逃难失去家园财产的灾民 尤其是在逃难过程之中 发生意外失去的亲人朋友 现在是宣照 请你们打开你们的麦克风 读了 读完 谢谢 耶和华 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这死是以内所上有的 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业和我的过犯 耶和华 求你因你的死亡 你的慈爱才纪念我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 所以他必只是罪人走正路 他必公平引领击罪人 将他的道理交分他们 凡遵守他的药和他法道的人 我的眼目视常两望夜和华 因为他必将我的家网 让他拉出来 冤顺权的本情 丁净独守我 丁净我 我等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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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诗歌 诗歌还赞是有CK 唱一首因友歌 请你们将你的咪关上去 我唱恩友歌 他就弹歌曲 拜拜 唱一首因友歌 咖啡 都心安慰悲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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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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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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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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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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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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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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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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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祈念耶稣的诞生和復活 这两件事情 耶稣的诞生和他的复活 就是说明耶稣整个救赎大功的 两个最重大的支柱 这两件事就是概括讲明了 整个耶稣的救赎大功 在这两个节旗里面都有语言 所以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节旗 所以这两个都是最重要的节旗 在这两个节旗的前面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色 这两个节旗前面都有一段预备期 在这两个节旗之前 都有一个相同的就是预备期 我们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前 我们都要做准备 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每当我们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之前 我们都有一些准备 那准备的方式呢 我们就用点足的方式来预备我们自己 这个主要的事情 我们就用点足的方式 来提醒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复活节在春天 他的预备期就是大灾节期 有四十天那么久 有四十几天那么多 那么将年节期呢 这样是将能节期呢 就是在冬天 就是现在了 冬天就是现在了 它就是圣诞节的预备期 它就是圣诞节的预备期 有四个星期 我们每个星期呢 我们每个星期呢都会多点一根蜡烛 我们在每一个星期里面都会点多一支蜡烛 那直到圣诞节这会有五根蜡烛全部都会点上来 直到圣诞节呢 我们所有的蜡烛就会点点着 这是在象征这个在黑暗 在寒冷的冬天里点燃温暖的烛光 这个就是象征在我们在寒冷的冬天里面 我们点燃温暖的烛光 那好像我们在黑暗当中 好像我们在黑暗当中 等待光明希望的到来 等待光明希望的到来 然后这个光明这个亮光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然后这个光明的蜡烛呢 就是越来越光越来越光 这样子的过程让我们的心灵呢 增添了很丰富的属灵的意义 这样这个呢 就是在等我们的心灵里面 增添了很丰富的属灵意义 所以呢这五根的蜡烛呢 就象征和平希望喜乐跟仁爱 这五支蜡烛呢 就是象征着和平希望 喜乐跟仁爱 最后的一个是基督 基督之主是象征基督 最后一支是基督之主 是象征基督 那将临节旗的前面两个主日呢 我们会专注在圣经里面 比较先知性的这个意象 在将临节旗的两个主日 我们会专注在圣经里面 一支先知性的意象 就是先知讲关于 耶稣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间之后 他要做的事情 还有他最后的在领 就是先知在这个旗间里面 就是讲了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 之后要做的事情 那么第三跟第四个主日的经课 都会是说耶稣的到来 第三个第四个主日的经课 就是讲耶稣的到来 那他到来之前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施洗约翰 然后我们看到玛利亚 他怎么出于信心 来回应天使的宣告 然后我们会看到玛利亚 怎么充满信心 回应天使的宣教 所以今天是将临节旗 第一主日 所以今天是将临节旗的 第一主日 我们听先知的话语 我们听先知的话语 那今天的经课是来自这个 耶利米书 今天的经课是来自 耶利米书 耶利米呢 他是主前第七世纪的时候 南国的先知 耶利米是主前第七世纪时候的 南国的先知 那他有另外一个别称 他有另外一个别称 他叫做流泪的先知 叫做流泪的先知 为什么只有他有这个名字呢 为什么他有这个名字呢 祝你姐妹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 我们都会被社会化 就是说我们会被训练 有一种社会社交的尝试 就是说在我们跟别人 这个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要尽量的避免 跟别人讨论 在交谈中尽量的讨论 不要去碰触到政治 或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社交的生活里面 我们需要尽量避免 跟别人交谈 碰到政治和宗教 这两方面的问题 好朋友之间也要尽量小心 好朋友之间也都要尽量小心 甚至连夫妻之间也不能不注意 甚至连夫妻之间都不能够不注意 在台湾有这个蓝绿的政治的分野 那我不知道香港是什么颜色 不过呢 在台湾即使真的是夫妻之间 也不能随便讨论这个事情 会吵大架的 在台湾就是说 不可以随便谈论这些事情 否则就会骂大架 那有时候我们还是会 真的是难免会碰触到这些话题 但有时候我们男女都会碰到这些话题 那有时候别人会提醒我们 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个话题 有时候有些人就会提醒我们 可不可以不讲这些呢 那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很事项 就打住了这个话题 但是呢 先知耶利米却不是这样子 但是先知耶利米却不是这样 在别人的眼中 他真的是非常的白目 是令人讨厌 是令人讨厌 当他身边的人都很这样子热血爱国 这样摇齐呐喊的时候 当身边的人都是热血爱国 在那里挽齐 在那里讲话 要怎样爱国的时候 他却滔滔不绝的 在那边指责国家的昏庸跟邪恶 他就是滔滔不绝 说也都讲不完 这样指责国家的那些 分庸与邪恶 他说上帝其实很生气犹太人 他就说上帝其实很生气犹太人 他们举国上下 从上到下不断的背离上帝的道 他说那些犹太人是从上到下 整个国家不断的背离上帝的道 他们都是这样子非常的诡诈贪婪 他们都是非常诡诈 还有很贪婪 拜偶像 奸淫 偷盗 拜偶像 拜偶像 还有奸淫 偷盗 杀害人 尤其是杀害这些无辜的人的生命 尤其是杀害一些无辜人的生命 社会不公义 社会不公义 寄居的 那些从外国的地方来到这里的外邦 这些寄居的孤儿的寡妇 他们都受到欺压 那些在外国来到这里寄居的孤儿寡妇 都受到欺压 然后呢 还有这些 有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 这个先知呢 他就跟大家讲好消息 另外一个先知就叫哈拿尼亚 他跟大家讲的就是好消息 说这些被掩到巴比伦的人 他们两年之内就可以回来了 他说被掩去那些巴比伦人 两年之内就可以回来了 但是耶利米却写信给那些被掩的人说 但是耶利米就写信给那些被掩的人说 你们好好的在那里住下来吧 他说你们好好在那里住下来 你们在那里生养后代 你在那里生养后代 也要为那个城市祷告 你要为那个城市祷告 七十年之后上帝就会带领你们回来 七十年之后上帝就会带领你们回来 兄弟姐妹两年跟七十年 哪一个你觉得你比较想听啊 大家想想想两年同七十年 哪一个年份大家想听 对嘛大家都想说这个疫情两年就过去嘛 跟你讲这个疫情会持续七十年 不像昏倒了嘛 大家都知道啊 疫情是两年就会完了 但是现在听到七十年 你说大家是不是听到都昏倒了 所以如果现在有人跟你讲 这个疫情七十年才过去 你一定要骂他乌鸦嘴对不对 如果以前人家跟你讲起疫情 你就会骂人家乌鸦嘴 所以人们就觉得这个耶利米 真的是专门唱反调的 所以人家就有人 那些人就会觉得耶利米 是专门和人唱反调 你说他为什么不能这个事实物一点 不要那么讨人厌呢 为什么他例什么 他不能够识时冒一些 不要那么草人厌呢 他其实也是这样子 自己问自己一百遍一千遍 其实他自己都有问过自己 一百遍一千遍 他自己也不想这样 他自己都不想这样 他甚至咒识自己 不应该出生 他甚至咒识自己 不应该出生 他如果可以不要这样子 他就不需要去触怒那些高层 然后被免职 甚至被鞭打 如果他可以的话 他就不需要捉路那些高层 被人免了职 甚至被人鞭打 但是他就是不能 但是他就是不行 因为他就是被上帝拣选了 然后上帝把他的话 上帝的话就放在他的舌头上面 把那个火放在他的心里 把那些火放在他的心里面 他一生就是需要 他一生就是要传说上帝的话 但是他讲的话 却没有人听见 可是听不到 听不进去 但是他说的话 很多时候都不会被人听进去 听入耳 所以他就是这样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同胞 因为被逆的关系 而遭受灭国的这种惨况 所以他就只能够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同胞 因为这样的反叛 就遭受到灭国被老的惨犯 看到这些惨况 他真的是非常的哀痛 非常的伤心 所以他就流眼泪了 所以他看到这些惨况 他就非常之哀痛 伤心和流泪 所以他就是流泪的先知 是啦 所以他就也被叫成是流泪的先知 那么这群应景不听话的百姓 真的就遭受了这个国破家亡的这种灾难 流亡异乡的灾难 这群硬颈的不听话的老百姓 就是真的遭受到国破家亡 失去一切流浪异乡的灾难 那我们心想 这下子可好了 耶利米他一定会是想 他一定会讲 你看我早就告诉你们 谁叫你们不听话 所以我们就会想一下 这样就好了 先知耶利米一定会说 看看我早就告诉你们 谁叫你们不听话 我们一般都是会这样 对不对 我们一般都会这样 如果我们的小孩子 不听我们的话 结果闯祸之后 我们绝对是这样讲的 特别是因为我们 特别是有时候 我们的小孩子不听话 闯祸之后 我们就会这样想 这样讲 但是其实这种事后责备的话 其实不好听 然后也没有帮助 我记得我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的孩子就跟我讲 牧师记得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的儿子就会这么说 你没有真的在帮我 你没有真正帮我 你看我已经很生气 还要被他骂 说我不帮他 所以牧师已经好脑了 还要被他反过头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能让他们认同我们 对不对 所以这些话 他们是不会和我们认同的 也不能让我们更加亲近 也不会因为这样更加亲近 小孩子只会离我们更远而已 小孩子就会离我们更远 下次真的又出事 他绝对不敢跟我们求助的 对不对 第二次如果有事发生 他绝对不敢向我们求助 因为知道子会被骂 他知道子人会被骂的 幸好先知之所以为先知 好在先知之所以是先知 就是他不是要讲自己的话 他是不需要讲自己的话 他是要讲上帝给他的话 他是要讲上帝 要给他讲的话 那在以前呢 以色列人是需要告诫的 是需要审判 是需要责备的 以前呢 以色列人是需要告诫 和审判责备 但是现在他们落难了 但是现在他们需要都是 他们现在落难了 他们现在落难了 他们需要的是安慰 是恩典 是希望 他们需要的是安慰 恩典 和希望 所以上帝交代给耶利弥 要讲的话呢 就是充满这个盼望的应许 所以上帝被先知 耶利弥说的话呢 是充满了盼望和应许 日子将到 日子将到 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太家的 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 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太家的恩言必然成就 当那日子那个时候 当那日子那个时候 我必使大为公义的苗翼长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平公义 他必在地上施行和平和公义 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 在那个日子里面犹大必得救 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耶路撒冷必然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其实在耶利弥那个时候 之前的四百年 其实在耶利弥那个时候 之前的四百年 上帝就应许说要这个兼顾 大卫的王朝 大卫国的这个地位 要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那么在耶利弥的一百年前 在耶利弥一百年前 上帝又重新讲一次这个应许 在耶利弥的本必发一条 在耶利弥的本必发一条 从他的根所生的枝子必结果子 我们知道耶税是大卫王的爸爸 我们知道耶税是大卫的爸爸 所以意思就是从大卫的家族里面 会出一个枝子会结果子 就是说在大卫的家族里面 必有一条根是会出到果子 所以在耶利弥这个时候呢 他重新再重复一下这个上帝的应许 所以在耶利弥的时代 他是重复上帝的应许 耶这个弥赛亚将要到了 尼赛亚将要到了 那耶利弥他所相信的弥赛亚呢 是要把这个分裂的王国再次统一起来 尼赛亚他到来呢 就是要将分裂的国重新统一起来 然后恢复大卫时期的这个光荣 然后就恢复大卫时期的那个光荣 这是耶利弥先知耶利弥的看见 但是耶利弥他看不到 我刚刚说的是说 刚刚讲的这是耶利弥先知耶利弥他所看到的 耶利弥所看到的 但是呢他没有可以看得更远的是 他没有看到上帝更伟大的计划 但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上帝更伟大的计划 那现在的我们还有甚至是更早的 那个新约福音书的作者 他们也后来看得更清楚了 那耶稣呢 那耶稣呢作为救主 他要出生在伯利行的马草里 然后他的拯救呢 他的拯救呢不是只有犹太国 他的拯救呢不是只有犹太国 他的拯救是超越国主的 他的拯救不是只是犹太国 而是整个的世界 是包括整个世界 那么他拯救的方式呢不是征服 他拯救的方式不是征服 而是出于爱的服侍跟牺牲 而是出于爱的服侍和牺牲 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上帝的计划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更加清楚就是上帝的计划 看得比先知耶利民更清楚更远 他比先知耶利民看得更清楚更远 兄弟姐妹没有爱的权利呢 不能为世界带来和平跟公义 这是为什么上帝需要让他的独生子耶稣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第一就是这样 为什么上帝需要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来教我们如何用爱的生活才能够实现和平跟公义 来教导我们怎样用爱的生活才能够实现和平和公义 这个和平跟公义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梦想 要给我们的应许啊 这个和平和公义是上帝给我们的梦想和应许 兄弟姐妹我们看到生命中是真的有很多的不公平 我们看到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公平 世界上也到处充满了不公义 世界上也到处充满了不公义 那我们知道只要有不公义的情况啊 存在呢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和平 那我们看到这次疫情的冲击呢 其实对比较贫困和弱势者 像说非洲裔的或者是拉丁裔的 他们的冲击更大于我们很多的这个 其他的族裔或者是中上阶层的人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疫情 对那些贫穷的弱势的 好像非裔和拉美裔的 他们的冲击呢 是远大于中上阶层的人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公义 会临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公义 会临到这个世界上 这个日子会来 这个日子会来 我们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但是我们要有信心 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个时候会来 但是我们要有信心 而且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警醒的心 来等待这个希望的应许实现 并且我们最重要的是 保持警醒的心 来等待这个希望的应许实现 如此怎么样保持警醒呢 怎样才可以保持警醒呢 就是都不要睡觉呢 是不是不用睡觉呢 不可能这样 不可以这样 但是是说我们的心呢 不要睡着 但是说的是我们的心 不要睡着 我们的心呢 要记得三件事情 我们的心要记住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的保障 根基上帝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的保障 保座是上帝 不管我们眼前的情况是怎么样 不管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 不管是危机还是挑战 是不是危机 或是挑战 我们的生存 我们的生命就在于上帝 这一次的瘟疫 绝对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这一次的瘟疫 绝对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那如果不是上帝的保护 人类早就已经灭绝了 对不对 是的 如果不是上帝的保护 人类早就灭绝了 是不是 那最近我们刚刚有提到 有一个最新的变种病毒 叫做Omicron 那根据这个发现病毒的非洲那里的医生的报告 根据那个发展病毒那里的医生报告 这个病毒呢 它的传染力是比较强 但是它的严重性没有那么高 就是说它的病症不是那么严重 就是说它的病症不是那么严重 如果这是真的 如果这个是真的 那显示病毒的这个威力正在减弱 就是显示病毒的威力症在减弱 好像会变成一般的感冒的病毒一样 好像会变成一般的感冒的病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这是好消息 那我们要警醒这些变化 我们要警醒这些变化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保守跟恩典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上帝的保守和恩典 然后我们知道所有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 第二个我们要警醒的 第二个我们要警醒的 我们要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我们要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那这么讲好像很笼统 对不对? 这样讲好像很笼统 那我们的威力工会的创始者 John Wesley提出了三个通则 很具体的可以帮助我们 时常提醒我们自己 第一个不要造成伤害 第一个就是不要造成伤害 这个当然是包括伤害人 甚至伤害我们的环境 包括伤害人和伤害我们的环境 第二个是行善 第二个是行善 要帮助人 要帮助人 第三个就是爱上帝 第三个就是爱上帝 再讲一次 这三个就是不要造成伤害 要行善 然后要爱上帝 再讲一次就是不要造成伤害 要行善 要爱上帝 每天就用这三个事情 来检视自己的生活 每一日我们是用这三件事情 来解释自己的生活 然后第三件我们要警醒的事情 第三件我们要警醒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关心别人的事情 我们要关心别人的事情 我们要留心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要留心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要能够知道弱势者是谁 我们要跟他们站在一起 我们要知道弱势者是谁 我们要跟他们站在一起 兄弟姐妹 从去年开始 我们亚裔真的是遭受很严重的 这个种族歧视的事情 弟兄姐妹 我们在旧院开始 亚裔就真的遭受了很多种族歧视的问题 那我们的这些亲身经历 我们这些亲身的经历 到底有没有帮助我们呢 到底有没有帮助我们呢 我们是更加的退缩 缩到我们自己的家里而已吗 我们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家里吗 还是我们知道 我们要去关心其他被歧视的 这些少数的族裔的人 还是我们要更加关心 比我们 就是比歧视的其他少数族裔呢 让我们跟他们可以更团结 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们更加传绝 跟他们一起起来抗议这个种族的仇恨 跟他们一起 大家一起去抗议种族的仇恨 德国有一个牧师叫做马丁尼莫拉 德国有一名牧师叫做马丁尼莫拉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一个牧师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牧师 他写了一篇忏悔文 他写了一篇忏悔文 英文的题目叫做 一篇忏悔文 他写了一篇忏悔文 他写了一篇忏悔文 如何屈服于纳粹的势力 如何去不服在纳粹党的势力下 沉默地做事纳粹倾诉一群又一群的无辜者 如何沉默地坐在那里 看着纳粹消灭一群又一群的无辜者 那他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 中文的翻译就是这样 起初 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 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 我沉默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抓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 当他们抓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 我沉默 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 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 我沉默 我沉默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 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 我沉默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 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再没有人站起来跟我说话 兄弟姐妹希望这首诗带给我们警醒 大兄姐妹希望这首诗带给我们警醒 我们要留心社会公义的事情 我们要留心社会公义的事情 不是真的只有为我们自己 不是真的只是为我们自己 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兄弟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虽然不知道疫情何时会过去 虽然我们不知道疫情何时会过去 或者病毒会永远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和我们共存 但是不要惊慌 但是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上帝的大能 还有他的信实 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上帝的大能 和信实 怀抱希望 然后在生活中行他的旨意 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走出黑暗 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走出黑暗 他会在混乱中带出秩序 他会在混乱之中带出秩序 危险中带出力量与安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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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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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们 阿们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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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付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全能 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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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